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索维疯狂见面会 这两天给大家放上几场主攻孙权 我至少有压了三四个稿 就是我自己的稿啊 还有一些粉丝投的稿我一直没上 主要我自己的稿还没放完 等我放完之后给大家粉丝放那些 你们的投稿啊 也压了挺多的 都压了快两三个月了 然后这局开局表演身份 张良不是我队友就好 四重武将不要在至尊上选出来 然后好招的话偏反一些 这头威胁最大的就是神寻玉和毛戒 神寻玉和杜玉 毛戒的话先打他一下 毕竟他当忠臣他太不靠谱了 他要给我当忠臣这把直接认输得了 孙权主攻再说一句 对忠臣的要求也是有的 需要你给孙权主攻抢嘲讽 千万不要说是你随便选一个很垃圾的武将 你选个张春华 那这把就直接输吧 没什么意义 如果说你孙权的忠臣选择武将强的话 你自己的孙权本身就有一定的嘲讽 不管是谁抢谁的嘲讽 是主攻抢了忠臣的嘲讽 还是忠臣抢了主攻的嘲讽 这都会有一个强输出在的 然后这局直接好招直接去杀杜玉 毛戒跳法 满意一跳法 杜玉跳这种好消息 然后好招却不敢去针对神寻玉 因为猪权也开机杂我了一下 猪权开机杂我的话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为后位置想装下身份 另外一种就是跳法 所以说好招是直接可以用技能 去震骨神寻玉的 结果好招并没有这个意识 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反贼不要忙 但是你已经反贼身份已经出去了很多了 你那不叫忙 你那只属于确定的限制 你又不枉死打神寻玉对不对 只是为了限制这回合 结果你看自己还在嘴硬 完全看不懂他在怎么想的 你们玩反贼切记不要像这个好招一样 又菜又嘴硬 受不了 包括都玉都说跳完了 你看别搁那教别人玩游戏 你说你这又菜又个虚心 你说谁受的 然后呢 C局你可以看一看有时候都玉 都玉一样的性格 我都不想跟他说话 也就是C局恶心就恶心在这个都玉 赢归赢 神寻玉加都玉带条狗都赢了 更别说孙权了 这时候直接杀了张良就行了 不管是神寻玉是中还是内 杀张良是没有任何问题 忠诚我不需要张良 其次用完就张就可以了 没什么用 所以说张良这个东西留着 万一他是个内奸子 满壮还是个反贼 所以说直接杀掉就行了 对于你没用的东西 尤其对于主攻来说 你要注意 场上对你谁来有用 三合七对你都很有用 而且这两个人 如果单挑的话 孙权满壮态还是很好打的 直接其正相生 好招还把自己一张手牌用了 看来是以为我会拿的牌 不要去留手牌啊 留手牌好招 或者震骨你受不了的 直接去让杜玉杀 杜玉这个人 这单纯是把这个技能 当做随意用的技能 他都不知道杜玉 为什么是强的 因为杜玉 他有一个稳定的控制技能 和其他的随意用 用减量是不同的 他有一个乐不司徒技能 他但凡乐一下 朱然都给这个强 结果呢 非要去堵一下九杀 认为对方没有桃子 然后这时候朱然 直接鼓定刀杀我 我很开心的 因为我血量很健康 他杀我很开心的 我帮神寻玉 去抢了一波嘲讽 帮都玉抢了一波嘲讽 很不错的 然后这时候直接制衡 留一个桃子 好招如果震骨 我首先他不值 大部分应该会震骨 神寻玉 或者说震骨都玉 这时候借刀杀了一下 好招 逐然挺狠的 然后马云一托管 这武将的话 军八一般的 狠一般 然后这时候的话 马云已经觉醒了 觉醒了之后的话 用兵货 可以发动兵货 兵货判定黑色的话 就用PED起 这个无所谓 只要不碰他就行了 让他回合 那时PED也无所谓的 然后这时候开了个AOE 感觉马云一要开始兵货了 看神寻玉能帮吧 一定要救他一下 这是帮你抢嘲讽的 重要 不管是内奸还是忠诚 帮你抢嘲讽的 而且这时候 其实已经 内奸已经跳法了 三合器一定是忠诚的 不用去考虑其他的 然后呢这时候 拿个拆球 因为朱然的话 怎么说呢 朱然的话 还是有距离的打你 一会儿 一会儿把那个谁的 寒冰剑去一下就可以了 这时候呢 朱然扔牌不 扔牌了 因为被勒了 直接扔牌 无所谓的 然后直接去拆掉 朱然的手牌 这时候棋牌来了 杜宇直接给你无歇了 你知道杜宇智商有多低不 他纯神经病 这人就是 我想问你 这让我看看 这是大将军 我说你是人才吗 我直接问了一句 然后这还帮别人兵货 人家有兵货 还要借刀兵货 然后你看杜宇说的是人话吗 他说我有借 我有借刀 万一他想说 我万一有古丁刀 拿到古丁刀 我是不是能连环九杀 多厉害 对不对 两个都没了 他的智商基本像 像核桃种大 像脑壳 就是朱然的话 人家我要最前说不打他 不拆的牌 人家要摸一张牌的 其次你要让中华 朱然那回合活下来 是借刀吧 你有捡一码 没有吧 谁知道你有棋正相生啊 对不对 棋正相生拿牌是吗 然后再借刀 然后连环和九火鲨是吗 他脑子里从来不想 杜宇武库春用爱乐人的 他非要去想想 我九火鲨是不是清场啊 这个人脑子真的很奇葩 他不考虑 他自己看自己的牌了之后 我知道我自己牌应该这么打 他不考虑别人的想法 别人看见你的牌了吗 这人思考就有点奇怪 还浪费一个无限 谢谢